海巡主第九巡防区 8月1号上午6点接获陷阱局通报 七星潭疑似有人亲身 后报之后立即派遣巡逻组前往查看 海巡人员抵达现场之后 在北浦停车场巡获这个民众 初步评估他的生命迹象稳定 不过意识不清 后续是由美轮消防分队 救护车送往国军花莲总医院来救治 第九巡防区指挥部表示 接获通报后即可派遣七星潭 安检索北浦直检站 以及第二机动巡逻战线上巡逻组同仁 前往现场搜寻 并在北浦停车场发现了一名女性民众 摊坐在北浦停车场空地旁 本署第九巡防区接入花莲县警察局转通报 七星潭立即有民众疑似亲身倾向 本署立即派同仁前往七星潭辖区实施查看 于北浦停车场巡获该民众 经本署同仁安全评估及生命迹象判断 该民众生命迹象稳定但意识不清 随即后美轮消防队后送至805医院救治 经现场海巡人员评估该民众生命迹象稳定 但意识不清 由北浦派出所远警查明证件 向报案人确认是姑姑的身份相符 由北浦派出所远警查明证件 向报案人确认身份相符 后续交由美轮消防分队救护车送往国军花莲总议院救治 记者林杰 新陈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新陈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新陈香采访报道